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岛中的第一只没有双眼的恐怖蛋仔 就是蛋仔岛附岛月球基地上的 这一尊金色蛋仔雕像 当蛋仔在蛋仔岛坐上火箭起飞后 我们就能看到它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蛋仔岛中的五眼蛋仔 只有月球基地上的这一只蛋仔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蛋仔岛的主岛 也隐藏着一只没有双眼的恐怖蛋仔 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一只被隐藏的五眼蛋仔它究竟是谁 长啥样吗 众所周知 眼前的蛋仔岛是每一只蛋仔的家园 如果你也喜欢蛋仔岛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蛋仔岛上的几乎大多数的蛋仔 它们都是有眼睛的 比如新版本出现在蛋仔岛上战斗的奥特曼和怪兽 我们可以看到 迪加奥特曼它是有眼睛的 并且巴尔坦星人 它也是有眼睛的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的 这只恐怖蛋仔它没有长双眼 它究竟是谁 长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发现了第二只没有双眼的蛋仔 它居然不是雕像 它其实就是幻星医生小伙伴们仔细看 在唤醒医生的黑色眼睛架下 我们看到 它是没有眼睛的是空白的 所以说蛋仔岛的主岛屿中 其实也隐藏着一只没有长双眼的蛋仔 它就是幻星医生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